各位婚姻的鄉親 大家好,我是鄧桂祖 歡迎收看今天十二月十八號星期五的婚姻新聞 為了因應各種在海發生 平常是都應該來做好婚姻 婚姻官特種收救協會 婚姻祈禮的今天真實告白 現場有專業的救災人員為大家喜歡 垂降救援、華盛索、瀏水救完定定技術 種種的表現是專業精彩 救命啊 編坡、特殊的多變的地形 有可能是因為土石貪方、土石流貪方 垂降救完、水學救完定定 恆定有救災人員為大家帶來 專業、有國、吸食的婚姻 為了有最好的救災服務 所有台灣在平常市場都在認識 他為了要增加救災效率 婚姻祈禮和這次走出 供養役的人材 只要有論路我們就有空的 就全部出勤參加救 所以救援的最大論路就是能夠 將逆者或者是受困人員能夠安全地救上 經過小白隊長網絡我們希望我們可以 有這方面的專長可以去做協助 那他會希望說如果各行各業或者是各領域有專才的人員 可以一起加入 醫療因應各種的財產發生 婚姻祈禮是這會最最困難大隊 他在特別編列特種救災協會 現在除了水學的救災工作 他會增加路上以及三個的救災 他這次未來到六次的國民運動中心 他將作為學會的訓練基地 斗六四有一個好地方叫國民運動中心 他可以提供讓我們這種收救單位 救難大隊提供很好的訓練場所 那我們雲林縣特種收救協會的前身是 我們的紅十字水上救難大隊 那是為了讓我們的收救人員更廣泛的吸收 所以說我們在水上的一個救災專業之外 我們再配合消防局的訓練 再增加了入獄還有山難的一個訓練 讓更多的朋友都能夠來參加 在和什麼時候要發生是真正不一定 只有平常是來做好吸食的訓練 才能夠來增加救災時的訓練 以這次訓練基地的生理 館長對內生也表示訓練 並感謝所有救災人員辛苦的付出 我們雲林縣議員林岳章 長期以來為我們地方的奉獻 大家有目共睹 那今天又特別成立雲林縣特種收救協會 那他擔任理事長 我想我們透過很多的這些基本的訓練 跟所有的專業訓練 那所有的這些成員都經過合格訓練 而且零有合格的證照 一旦遇到任何災難 無論是水災地震火災 他們的救援都非常的到位 也非常的專業 有了訓練基地的心理 在未來救災英文的訓練 也將可以來檢查路線 他對了管理救災工作 合會這期參加全國性的救災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民眾 記者跟機窗報道 記者跟機窗報道